南韓人气男团 6月29号到中国北京举办签售会 不料飞机航班遭恶意外流 导致成员们只能改走员工专用通道 甚至还有私生提前预定他们的飞机位置 还更改了成员的飞机餐 江泰显在粉丝社群平台发文表达不满 本来想愉快地和猫猫们开完粉丝宣明会 回到韩国的 但是不知道是谁 提前预约了成员们的飞机餐 然后换掉 虽然说只要不吃就可以了 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系统怎么可以那样更改别人的东西 还安慰粉丝自己已经吃过饭 请大家不用担心 最后这者贴文已经删除 但猫猫们还是觉得私生行为太夸张 真的会起鸡皮疙瘩 崩了 如果艺人有食物过敏的话 那样会出大事的 换掉餐点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不少粉丝 呼吁公司应该多加强管理处理私生问题 却引起部分中国粉丝不满 直接发文开炮 江泰显 你说话经过大脑吗 那么讨厌就别来 激起两边粉丝论战